我们今天MC话题是什么呢 我们MC话题是什么呢 MC话题当然小林最知道啦 怎么回事 好了下一个 怎么想不到 我是下一组被临时掉过了 我想起来了 我们的MC话题就是 第一次见到前辈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和想法 太久了吧 让我想六年前的事情 你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前辈啦 第一次见到前辈的时候 就是见到前辈有什么感觉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新人开始吧 我呢我见的第一个前辈是金音乐 就是金音乐 金音乐 因为就是那个小林老师 让他教我跳花极记那个舞蹈 对然后他说我第一次见的 然后我一开始就感觉 金音乐前辈就看着很高冷 就是他不说话的话 就感觉 就我感觉他的长相是 那种很高冷的那种 然后就有点小帅气 然后但是我记得我那天去 去让他教我跳舞的时候 就他好像有点 就是有点迟到了 也不是迟到了 可能他还睡过了吧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新人 我就很紧张 我就想啊前辈为什么还不来还不来 是不是不想教我还怎么的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默默地开始扒舞 然后扒着扒着他就过来 他就说他睡过了 因为他前一天好像就是带一别的队的跳舞 然后就很辛苦 对然后我还不好意思让他多想 因为我其实激动得没有特别快 我又不好意思让他一直教我 然后他就好心给我录了视频 然后我就自己默默地 就是自己默默扒完 然后我就觉得 进音乐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就觉得他一说话 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对 我觉得他一说话就很搞笑 然后看着就很高冷 对 然后人也很好 对 我发现瑞姐讲话是真的多 话又多又密 都完全没有办法插嘴的 可能是我点紧张吧 就语速就很快 没事没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我都不敢讲话 蛮紧 蛮勇敢的 蛮勇敢的 很棒 好 那我们的 雨昕 同名诶 两个雨昕一起站吧 怎么样 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 大口雨昕 发型也像诶 人家年轻啊 年纪也差不多相当 年纪也差不多 相当相当 是要养雨昕是吗 对对对 我跟你想想了一个 catchphrase 嗯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很不错 虽然会得罪两个人 就是 张雨昕李雨琪都不如我杨雨昕 哦 我不敢讲 我觉得你可以讲 我同意了 我回去问问毛毛同不同意 说到第一次见到前辈嘛 然后就是上次排练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在排练厅里嘛 然后就感觉跟我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就我自己认为的原来啊 看N队觉得大家都都是那种 怎么说 可能我了解不够多吧 就是那种小仙女的形象 小仙女 对 因为花质 不是花质机 说错了 就十字圈这套公演嘛 都是那种仙女啊 衣服啊什么的 十字圈才开始关注N队的 好开心哦 这个MC看到我 我觉得 我再讲下去是不是 没事没事 没关系没关系 放心说 有什么事台下大家再说吧 对 然后就是觉得大家咋说呢 就反正氛围特别好吧 然后让我想 然后就是我想起来一件事 就上次我们拍那个 是练梦的时候嘛 就 就赵岳前辈 你还记得吗 就是 就是特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当时好像大家 大家在研究那个 衰卖架那个动作嘛 然后 然后当时 当时就是 赵岳前辈用那个脚踹嘛 然后 然后当时我站在他后面 然后不小心 不小心就是 被猛踹了一脚 知道吗 对 但是当时我心里想的是 哇 赵岳前辈好帅 赵岳前辈踹我 你们舔狗是没有好下场的 而且你赵岳多狠嘛 就是本来麦架在这 让他刚好从这过去 赵岳 一脚 都不知道踹到哪里 赵岳的力气我是能理解的 真的猛 然后我就想说 有没有轻调这一块 没有我都是这样 然后他跟我讲 好快乐哦 不等不等 这我轻调 前辈前辈又一直说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我就说 没事没事 其实我心里想 我好开心 然后就是这样 那么小林子呢 就我第一次好像是 就见到家爱前辈嘛 然后叹叹帮我扮演一下 我扮演家爱 家爱人在这 我扮演家爱 你是我的伙伴 你是我的伙伴 然后就走过去嘛 然后就 前辈也就这样嘛 前辈也就这样嘛 小林跟我讲的剧本 没有没有 小林说是这样的剧本 没有没有 然后就走过去 然后就 前辈好 然后然后他就 前辈一般都戴口罩嘛 在中心 哎这谁呀 这谁呀 不认识 然后我马上翻出手机 微博快点看 这谁谁谁 是短发吗 然后就 马上搜出是 什么什么前辈 然后就特别的开心 然后 但是我好像是 第一次好像是 见到家爱前辈 在舞蹈室 舞蹈室 对 就是教我们跳舞 我教你们跳舞 对 我教过你跳舞吗 教过 你教的肯定是 当当当当 对 你肯定教过 对对对 教的 纯连的蝴蝶 真的吗 真的 完了 失忆了 他不记得了 绿甲装 教过嘛 我教过你啊 对 对 你学非常好呢 比赵雨昕好太多了 谢谢前辈 我不懂你啊 赵雨昕不懂我 好 那你呢 你自己呢 我啊 对啊 我什么时候 前辈 哦 也是 我们叉叉是我们的一期生 前辈 零七 零七生 前辈 我就记得我当年 就是刚见到 SHE女团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前辈的很漂亮 我很喜欢 唱歌非常的好听 没有啦 我当时就是 这个故事都讲到烂透了 就是我第一次 见到的一个前辈 就是赵雨 然后呢 那个时候赵雨 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知道吗 那个时候他很谦逊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从那个电梯口下来 我就在那里喊 我说 前辈好 他说 不用叫我前辈 叫我赵雨就好了 就是整个人 带着那种气势汹汹 然后后来呢 我就叫他赵雨了 我就真的叫赵雨 后来他说 怎么不叫我前辈了 赵雨昕真的改口很快 就是来我们队一周不到 立马全部叫我们的名字 因为 不叫前辈 因为大家都跟我讲 不要叫前辈啊 我就是听话啊 你不要 你不用听这种话 没有必要好吗 我怕你们会有负担感 我想想 我见到前辈的时候 哇 是跟我一起见到 SHE的时候吧 我想想 我第一次好像 就是 印象当时留下的 比较深刻是 戴萌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好像是 戴萌的脚 脚瘸了 然后打了个石膏 上工艳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哇 前辈好努力啊 我在那 我在那个座位上面 看着热泪盈眶 然后打着石膏 然后还要穿着鞋子 在那跳那个什么 就是他们当时 跳的公演曲 就是什么 梦马 这个样子 当时就觉得 就非常的辛苦 精神感动到大家 对 然后第一次看公演 就觉得 哇 戴萌 戴萌肯定是我的推了 然后第二次看公演的时候 眼镜已经看别的成员去 第二次在看公演的时候 你看 哇 哇 几几 好好看哦 哇 莫还 莫还好可爱哦 你现在已经忘记初心了 已经忘记戴萌了 没有 没有 我想想 第一次 初心还不是戴萌 初心不是戴萌 哇 我知道 初心是王总了 第一次见到的前辈 王总 审核的时候 王总好 其实当时真的 说实话 刚进来团的时候 见到前辈 真的是非常紧张 真的很紧张 害不得头都掉到地上 而且前辈跟你讲句话 都称慌称共 我真的可以吗 我真的可以 从一战到二去吗 以前还有就是 毛毛来叫我们跳舞的时候 然后毛毛叫完我们跳舞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 哇 好幸运 前辈叫我们跳舞了 哇 前辈 前辈 前辈好帅 妈 前辈 前辈好香啊 前辈 妈 真香 就是 就是你们知道吗 在一个人的身边的时候 就真的是会 没有办法控制 自己去关注那个人的 我香吗 小林 太香了 太香了 我闻一下 我闻到你 呼味 真的那个时候 就太紧张了 那个时候 而且 怎么说呢 就没有想到 就是你们三七生 来得那么快 还好就多 就一年吧 一年后 一年 不到吧 应该快 差不多一年 对 怎么呢 怎么 不开心啊 我们本来做老小 做得好好的 然后忽然间 用来一个 就是感觉 但一下子就可以当前辈 那种感觉 就像我当时三七的时候 当就四七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升华了 很开心吗 非常开心 可以当前辈 很开心 就再也不用 见到每个人都点头哈腰了 这个样子 就可以假装自己 自己就是 我没看清 他可能是四七生 把这样 对 那其实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团已经到了十 三七 十三七是吗 对 所以我们的赵瑞姐 是十三七对吧 嗯 你是三七 十三七 你们差十七 对 十一七啊 我差 你差十一七 好 大哥不要说二哥 就没什么关系 现在就是差距 就是七数差距蛮大的 但是年纪差距还差不多 然后呢 心与心的距离也很近 我呸 然后呢 也希望就是后辈们 能够多多来找前辈们玩 然后希望 就是我们这些前辈 就在你们心中 能够起到一个榜样作用 对 然后可以将我们 榜样 这个梦想 汗水 坚持 这个精神呢 就代代相传 现在就传给你了 就靠你们了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 能够好好地相处 更加地和睦 然后为这个队呢 能够增加更多的光彩 就这样啦 那 接下来就请欣赏 精彩的节目吧 耶